这个还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吗 竟然用灭火器去驱赶卖红薯的老人 根据九排新闻的报道 今日在甘肃兰州有网友视频爆料 一位老人在学校栅栏外卖红薯 竟然遭到疑似学校多名工作人员用灭火器粗暴的驱赶 还扬言威胁 你来一回我喷一回引起了全网的愤慨 视频显示几名男子每人手拿一个灭火器 对着学校栅栏外的人毫不手软 疯狂的喷洒 仿佛被喷的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东西 然而有知情人士透露被喷的只是一位 在校园外的栅栏处卖红薯的老爷爷 学校不允许他卖就拿灭火器喷他 对此事学校方面回应称是食堂工作人员喷的 已经进行了处罚和道歉 灭火器是灭火的不是灭火的 学校食堂是为教书育人服务的 不是为赚学生钱而服务的 在学校开食堂在街上卖红薯 本来井水不犯河水自由竞争 更何况论规模实力地段而言 二者也构不成实质性的竞争关系 但是学校食堂还是偏偏就容不下 这个小小的校外商贩 甚至采用了如此极端的暴力驱赶方式 可见他是多么的嚣张野蛮目无法技 校方对此不光是处罚 我觉得更应该加强制度约束 大家觉得呢